程总 好久不见 我敬你一杯吧 果然红色最适合你 林总监 是不是喝得太挤了 程总觉得这样还不够吗 五年前你让我颜面尽尸 现在 你觉得喝一个酒就够了 程总不要得寸进尺啊 那你也别忘了 现在 是你在求我 快看那边 那个灵灰居然在勾引承风 这一带眼睛里 没想到灵灰是这样的人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知道我 不知道这样吗 这一天好散啊 我该是让她打听广东勾引家老公的 这也太刺激了 得罪谁不好 偏要得罪正就行 敏小姐 这么不自重 对不起啊 程太太 不知道你也在 程总 我今天先失陪了 等一下 这就想走 程太太 刚刚那杯酒是我应得的 但不要太过分 老板 老板 对不起 现在我觉得行事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对你的真心 敏慧 你愿意嫁给我吗 挺好 从今以后 我跟你 没有任何关系 不是好歹的人 我真的见多了 之前还没有人能超过你 替我挡几杯酒 假装关心我的身体 你以为我就能原谅你 当年做的事情吗 你烦不烦啊 兴起 你打算这辈子你都活在回忆中吗 对 我就是不打算原谅你 只要我不原谅你 你就没办法原谅你自己 行 我跟你说你最好一直恨着我 这样你这辈子都没法忘了我 你总说我骗你 是啊 但我那是在保全你的命啊 你知道有多少次我想告诉你真相吗 我甚至有好几次我已经说了事你没有听 行 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但是我还是要说 我不欠你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年你躺在病床上 连一生都不知道你能撑多久的时候 是我 是我一直陪在你身边 我每天跟你讲话 我跟你念苏田的日记 我就是希望你能 我就是希望你能撑下去 我知道你有一天醒来之后 你一定还是会恨我 但是我 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看你 可是我想来没见到他 但是因为你说的 你说你这辈子你都不要看到我 我 咱们这银行 我跟你 没有任何关系 滚 欣奇 我真的挺想问问你的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是假的 你就真的不知道吗 好 你会 糖喝多了 没事吧 赶紧送他回家 好 好 明慧 来 明慧 起来把药吃了 起来把药吃了就不痛了啊 来 把药吃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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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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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